賽制思想跟現在企業的整個發展的趨勢 太過合了 而且非常非常的棒 我是覺得如果說每一家公司都能夠學賽制思想 我覺得整個企業的發展會越來越好 會越來越好 我先說吧 我自己本來就在企業關於領域裡面有一定的分量 我也學了很多因為我很努力 所以企業進的時候我本來就有一定的基礎 那像我們公司 我進我們公司的時候只有63個員工 當時我進去的那一年88年也有只有2.3億 2.3億 那我經營了到95年的時候 到95年的時候已經高達8億的員工 已經高達8億的員工 然後最巔峰的是零過97年 就是金融海嘯之前的那一年 那一年已經 母體本身的營業員就已經達到了11億 母體本身 然後整個集團的員工大概已經達到了15、6億 大概15億左右 那我剛進去的那一年 獲利公司的稅後金額才只有2千多萬 但是從94年開始 94年開始 93年開始 整個的獲利就已經是超過1億的 那現在就算是經過的金融海嘯 包括金融海嘯那一年 我們都還有2億多的稅後經驗 那 我說我們公司從一家公司 哪路有63個員工 在我經理這13年已經擴充到的 那個 聯合海外公公司總共有10個 10個公司 10個公司 哪路有8個 那這些東西雖然說 原來有 原來的這個所謂的這種 管理系統管理這個建議架構 但是我發覺於 學了三次之後 我把三次市場運用到企業裡面 讓企業更是五步的發展 而且對於未來的發展 有更多的這種空間跟方向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在管理學裡面我們都曉得 人類也好啦 這個 工業革命之後 包括整個企業管理 工業革命之後 從18世紀開始 這兩百多年來 人類大部分都是在這種 競爭的這種反應之下 包括競爭的思想之下 甚至於從16世紀的這種 825的思想之後 我們人類一直在 往競爭的方向追求 這人已經是越來越痛苦 這兩百年來 雖然人類的物質 越來越豐富 但是 內心是越來越空虛 所以 從這個心理學家 包括這個所謂的這種 這個統計學家裡面 都已經很多資訊給我們 人的生活物質 越來越豐富 但是人的快樂物質 越來越多 越來越快樂 所以有人說 二十世紀是雙V的世紀 那所謂雙V就是 BMW跟變質 也就是說 二十世紀是一種物質追求的世紀 二十一世紀是心靈的世紀 那這樣的一個觀念 在企業界裡面是很存在的 那企業界說 二十一世紀追求的東西 已經不再是像以前 所謂成本的控制 關鍵不再是成本的控制 二十一世紀才剛剛開始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二十一世紀 一開始到現在 有非常非常多的企業 重點都不在於控制成本 重點都不在於扮演自己 從這個微軟 從這個Facebook 從Google 很多很多的例子跟故事 甚至於很多的這種 這種成功者 創業家 甚至於包括這個蘋果 他們的成就 都已經不是在於控制成本 不是在跟別人競爭 不是競爭贏過同業 而是展現這些 那這個跟我們上次資料所講的 物質裡頭本來都很豐富的 完全不缺乏 並不一定把別人的東西搶來 你才能過得好 這並不是這個 跟別人競爭你才能過過的 宇宙本來都很豐富的 只要你扮演好自己 就像豬汁 他能夠吃好碗 他本來就有東西吃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個企業 就在政府裡面 我們也一直在強調 所謂的創新 所謂的在自己的核心能力裡面 能夠找到自己的定位 好好去發揮自己 這樣子的話 整個企業未來的發展來講 才會真的很可限量 所以 二十世紀的這種 二十世紀茂的管理大師 就比特杜拉克 他講 今後的企業精源 其實只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創新 第二個是形象 然後他要特別特別強調一句話叫做 今後 所有的企業的經理人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 創造愉悅的快樂的工作環境 那原理很簡單啦 原理就是說 你這個創新的東西是在一個心情愉悅的狀況之下才能創新 你心情如果不愉悅不快樂 也沒有辦法創新 那偏偏我們整個管理學裡面講究的就是 金字塔型的組織 所有的主管人臉高高在上 然後下面的人臉就是天命浮起 那就會變成一種少做少錯 多做多錯 那上面的人要扛折了 所以上面的人扛得很累 因為底下的人老是在跟你上游 有政策下有對策 稍微一不注意 底下的人就是歪七扭八 所以永遠都要睜大眼睛 永遠都要這個 投入的時間比別人多 所以以前的主管都是很痛的人 很痛 壓力又大 責任抗力又大 所以 越是高處越不上海 那底下的人呢 就是 天命無從 乖乖的就好了 胡從忠誠 甚至以前的所謂的真正的這個 企業這個職場裡面 非常重要的觀念 那這種觀念 到了二十世紀之後 整個都變不丟了 整個都變不丟了 因為你的成本再低 還是永遠比你低 所以成本低已經不是能夠活得下去了 而且成本越低 痛苦壓力就越大 痛苦就壓力越大 那在金字塔子指示之下呢 不只是主管痛苦 員工也痛苦 若痛苦原理就是說 不能做自己 永遠都是為贏奪女兒者 所以 如果公司經營得好呢 那員工 以前的觀念叫做 啊我找到好主管 啊我找到好公司 我找到好老闆 都不是自己的人 都不是自己的功能 老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跟價值 所以其實員工也不快樂 大家一定都很大 那進入二十世紀 我們說 現時代思想說 是把平坐時代 是信任的時代 那管理學家說 二十世紀是雙一世紀 二十一世紀已經變成了雙V 雙V的世紀 這雙V呢 這個第一個V叫做 Berry 第二個V叫 Vigen 一個Berry就是一個價值 那這個 這個 Vigen呢就是一個願景 所以二十一世紀已經變成一種 願景 跟所謂的價值的世紀 那每一個人要找到自己的價值 要有自己的願景 每一個企業要有一個願景 要有願景來帶領人 然後 讓這個企業有定位 有價值 讓這個企業有價值 讓員工自己覺得有價值 所以彼得多拉克說 二十一世紀 主管的最大責任是在 如果我塑造一個所謂的 快樂愉悅的工作環境 讓部署能夠有所發揮 那事實已經證明 現在全球企業裡面 最被看好的 最被欣賞的企業是Google 順之於 我們說上網搜尋 我們叫做Google一下 Google其實是一個公司名字 它能夠把公司名字 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搜尋的這種 這種名字 那不得了 那Google 它最主要被欣賞 就是說 你看它除了所謂 在教育訓練福利以外 其實最欣賞最欣賞的東西叫做 讓員工辦理自己 它的一個最被推崇的一個特色叫做 員工在公司裡面 可以有百分之二十的時間 幹你自己喜歡幹的事情 跟公司的時候的速度 管理完全不關 你想做什麼都可以 辦理自己 那原因就是因為 只有家子才有辦法創新 那創新又是二十一世紀裡面 最重要的工作 因為二十一世紀科技發展的結果 物質豐富 功過於窮 大家競爭越激烈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藍藍策略 就是 所有的產品都已經變成紅藍了 撕殺的結果 競爭的結果 大家都血流成河 只有找到自己 找到藍藍 所以藍藍就是 找到自己的興趣 自己的核心能力 去發展才好 那根據這些理念 我是覺得跟我們現在的思想 都完全沒有 人類不是競爭 因為人類來自同一個本源 只要還有人還活在競爭之中 就不會有一個真正的快樂的人 所以企業的價值 是在幫助別人的快樂 而不是為了追求金錢 然後造成人類的痛苦 以前企業的一個發展的策略方向 管理方法 做老闆也很痛苦 比人家早出門 比人家好多 雖然這高高在上 永遠在那邊憂鬱 永遠在那邊擔心 做主管也一樣 做員工難道舒服嗎 也很痛苦 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企業發掉到這樣子 真的要改變 再用競爭的這種觀念 已經不是辦法 那 在這思想講 我們都是同一個本源 許醫師也經常問我們一句話 一個人到底是單身還是負數 人會得癌症的原因 是因為你自己內部的細胞裡 都在打架 不協調 企業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不能把 跟企業所有相關的人員 能夠擬拒起來 大家有一個共識 往前發展 彼此有不同的意見在那邊競爭 這跟人得癌症是一樣的 一家公司是單數 它當然是負數 它多少員工所成的 它的協力廠商 它的供應廠商 通通是跟別人家齊合的 所以經透企業的經驗 真的是要做過的 很有價值 很有意義 要找到自己的價值 找到自己的核心 找到自己的發展 策略方向 不要去追隨別人的腳步 不要去跟別人競爭 只有活著自己 把照顧好 跟你所有相關的 所有的人 有關的人 才是一個成功的企業 那根據這樣的理念 我在公司裡面 運作好幾個方法 我把三個思想 跟我的思想 運動到其他人 最基本的 最根本的 是把我們的組織架構 從我們所學到的 兩百多人來學到的 從泰勒的這種管理科學的 所謂的這種精緻打型組織 做主管做老闆 原本都是要 協調指資指揮監督 控制 老師要控制別人 我把它顛倒過來 所以我們公司裡面 所有的指資圖 全部都是 導金字塔型組織 我把它稱作 釋放指資 釋放指資的意義就是說 越是高階的主管 是越下面 所以我們公司的指資圖 裡面我們都有 每一個部分都有指資圖 然後所有的相片 然後 越高階的主管 下面越小 越小 越看不到 越基層的員工 下面越大 那我的 我的觀念是來自於 所謂像是思想裡面的 所謂的 這個 父母跟子女這種關係 我們說每一個孩子 都是老年多 同樣的 未來的 這種 這種世紀 未來的這種 這種 這種 職場啊 或者是說 這個企業的環境 是在年輕的身上 不是我們這種主管的 都開給身上 所以 我們身為父母的 我們提供給 所謂的子女的 就只有三個東西 陽光空氣水 在七月同樣的道理 做主管的 給員工的 其實只有三個東西 這陽光空氣水 所以陽光就是說 如果給員工 很多都是正面的東西 讓他能夠找到他自己的價值 讓他了解他自己是實實什麼的 只要他能夠找出他自己 他就能聰明發展 給他正面的 給他鼓勵 給他贊成 空氣就是給他自由 給他包容 換錯 如何包容他 而不是把他控制的實實的 所以在企業經營管理學裡面 有一個東西叫 控制 集合 非常重要的資源 非常重要的所謂所謂 我在我的公司裡面 通通把它拿掉 我不容許出現集合 我不容許出現控制 所以這種資源我通通拿掉 我要求所有的主管 甚至於做一些所謂的機有 單位的任務 我把它改成協助查核 因為每一個人 只有兩隻手兩隻眼睛 沒有一個人有辦法 我全面看得到 所以需要別人幫你 所以你在飢餓別人的過程 你經常看兩塊屁 是在幫助他發現問題 然後提醒他 因為該改變的是他 不是飢餓 不是飢餓當的人 我們只是在幫助他 那這種觀念全部要改變 那這個導致電腦組織裡面 所謂的空氣的概念就是說 容許員工犯錯 去包容他 然後讓他能夠 有想法有意見 能夠自由發揮 這是空氣 誰就是給他舞台 給他支持 給他養分 給他自認 不斷的支持他 那在自由這方面來講 Google說他有20%的時間 可以讓員工自由發揮 我在公司裡面甚至有一個 所謂的八大五園會 由員工完全自主指資的 自主指資的一些團體 我甚至於我對公司的主管 宣布一個概念叫做 員工如果要參加讀書會 要參加這個所謂的八大五園會 只要他的時間參加受訓 讀書會跟八大五園會這三個東西 他的時間不要超過他自己 正常工作時間的百分之三十 主管沒有任何管對的意見 一定要全力支持 這個就是說 讓員工能夠自由發揮 讓人工能夠不斷的往前走 有自己的想法 找到值得一下仔細 那這樣子我的想法就是說 員工控制水的結果就是 主管本身他就提供員工控制水 而部署越是基層人員 越要有自己的想法 不是以前的老闆說了算 不是以前的一言談判 所以我雖然說我很霸道 其實我自己在發揮 其實我也希望員工能夠發揮 那我在公司裡面推廣一個概念叫做 一流主管是管上司 二流主管是管同事 三流主管是管部署 連部署都管不動就是這樣 人才是一樣 一流人才是管上司 二流人才是管同事 三流人才管自己 連自己都管不動叫做服務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要講到自己的價值定位 你要知道你的核心的部分 你比誰都強 全世界裡最強沒有人比你強 所以在你的核心能力的部分來講 你應該是管理你的上司 因為上司可能不懂 那也就是說 你要把你懂的東西 要做最充分的問題 然後大家互之互說 所以身為機場的人 你要不斷的發揮 不斷的去發光 不斷的去找到你自己 最想唱的那首歌 那公司的管理裡面 基本上有一個總是有淘汰 總是有一個不適合 因為找到對的人 放在對的位置 就是每一個人找到自己 最想唱的那首歌 每一個人非啥發揮他自己的價 都是很關鍵的 所以我們公司每人一樣有抗議 因為每人總是要發獎金 發獎金總是要抗議區 那我們的抗議區 基本上來講 我們一樣有最後的5% 以前的觀念叫做 很多公司說 這5%就是之前的一個討論 我沒有之前的觀念 我叫做工作重置 工作重置的概念就是說 每一個員工他之所以表現不好 也就是因為他沒有找到自己的定順 他沒有找到自己最想唱的那首歌 他可能只是一個為無德理所要 他可能只是為了一個想要一份薪水 所以他沒有把他的熱情拿出來 他沒有辦法激起工作 那麼我們要找來跟他談 他就提醒來做什麼 他現在這個工作裡面表現自由 我肯定是不是你喜歡的 那你應該找出你喜歡的 我們重新安排讓你喜歡的 這個是我在管理上 裡面運用一些所謂的 我最大的一個改變 應該是在於 整個組織架構 對我們原來這種管理權 一個大關注 大關注 我那個員工人都組得非常 我們公司有很多的那個事業體 重新再塑造出來 這很多產品在發展開來 包括我現在所謂創意行的 其實很多東西不見得是我想的 很多東西都是在員工的這個 運作過程裡面 好發展出來的 像我們甚至於員工裡面 也有人拍圍電腦 拍圍電腦就是 要對於公司未來的發展 對於工具的一個未來 變成什麼 然後過去包括現在 包括未來的工具 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他們都自由化 甚至於自己去拍電腦 我們公司慢慢的這種讀書櫃 還有這個所謂的社團組織 慢慢的越來越多 讓我們公司的員工 他不是只是為無等女兒怎樣 他不是只是一個為了賺錢 為了養家活殼去做工作 人之所以會所謂的固老死 其實因為他工作是一種壓力 是一種不喜歡 那壓力狀況之下就不會有創意 那你能夠讓員工能夠找到自己的興趣 他能夠去發揮 所以發揮東西 也許對現在沒有幫助 都未來可能有幫助 所以我們未來非常多的發展規劃 其實我們在員工的自由飛沙裡面 都已經找出訂位 都已經出來了 甚至於我們公司未來所謂的 綠色建築 綠色建築 員工都在想 員工都在思考 甚至於我們這個 這個公司未來也許也會有餐廳 也許我會有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 拖手 拖衣營中心 那這些都是員工自己在想自己的規劃 那當員工自己想做什麼 你讓他放有去做 因為他自己的興趣 然後他自己過要的東西 他們就不起權責 這樣子整個揮灑開來 公司的發展 不會設限你說 公司就是只是做工具 我們的願景 我們公司的那個企業的願景 叫做 健康 財富 榮耀 慈善 與永續進入的企業 所以我們是五大主題 第一個主題叫健康 有健康 才有財富 有財富 才能做 才有榮耀 才能夠 做慈善 然後呢 讓每個人都能夠 有這樣的概念 能夠 找到自己的熱情 找到自己最想唱的那一首歌 從來就發揮 才有辦法有去經營 所以我們公司的願景 已經不是定義在說 叫做 手工具材類裡面的 情懲最大的 根本就不懂得 這樣的追求 永遠要不然在競爭 都會很痛苦 我們現在這樣的定義來講 我們根本不需要競爭 只要跟健康有關的 只要跟所謂的財富有關的 跟榮耀有關 跟慈善有關 只要跟永續經營有關的 你想做什麼都可以做過 那這樣可能我們整個 不會受到整個 這種框架的限制 不會被擋死 只要每一個同僚 每一個同事 他有興趣做什麼 我們就指他 給他 讓他負責 那這樣大家結合起來 對整個人 對整個人 對整個人的事件 就會有什麼東西 像 我現在在負責 從一行阿部 每次他們都自己想要做的 那這樣可能 那整個發展 就會有什麼東西 那這些東西 都跟賽斯思想有關 所以我在公司裡面也不斷的去 這個 這個 傳播什麼 賽斯思想的關於 我自己也都在 這個 開讀書會 那甚至於 所有賽斯思想的書 大高徐叔叔 我都講套的 我一買就買20套 剛開始就買20套 每一個事業體 統統的 那員工都可以建議 那 欸 不斷在啟辦圖書會 像藏意的 越來越多 昨天父親節 昨天帶到 帶到 那時候你帶到 九一年 哇 已經很多年了 好幾年了 三年多了 別人的父親是說 自己的子女 這個 這個 送這個 父親節禮物 那 當然我的子女 也有送我父親節禮物 那 這個是純粹是員工 這裡面我練一下 策略長自服的話說不完 感恩的心用不盡 自服你父親節快樂 圓培盡上 這純粹是一個現場第一線的 包裝員工 好 那 父親節他給我自服 這個 那這個 那這個呢 那這個 那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是他的孩子是 是發展持育 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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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本來夫妻兩個很痛苦 那孩子老是被欺負 非常痛苦 然後學了賽斯之後 不斷跟他引導 我現在非常快樂 因為他第一次來跟我 述說他的狀況的時候 他包括因為他孩子的問題 經常請假 然後他的主管對他也有意見 所以幾乎在公司也待不下去 那現在他做得很快樂 那孩子也很快樂 因為他來跟我談的時候 我用賽斯資訊跟他談 孩子會選擇這條路 他就倒了 你覺得他不快樂嗎 所以他可能比你還快樂 你要擔心的 不是你這一個有問題的孩子 你要擔心的是那個老大 我提醒他這一點 因為你過度於關注這個老奧 你會把那個正常的老大比什麼的 到時候那個老大都會願意 那結果他現在呢 老奧也很棒 老爸也很棒 所以他現在過得非常好 那這個呢 還不只是送一個 還不只是送卡丁 居然還有人送這個皮夾 老婆都沒有送皮夾 那還送皮夾 那這裡面寫什麼呢 這裡面寫Dior Mark Mark是我的英文名字 這個特別日子感謝你 一切無私的付出 狹狹心意希望你會喜歡 父親節快樂 那寫了這樣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這一個人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 他本身有一個 新聞憂鬱症 那人際關係會非常的差 那在公司的採購部門 擔任一個採購員 其實整個的狀況也不是 不是不太好 主管對他印象也不見得很好 那學了賽斯之後真的很棒 現在很棒 現在很開 那包括這個我們創業行動部門 去買蛋糕 特別來吃過父親節 我覺得所謂學了賽斯之後 說父親節不一定是只有自己的子女跟你慶祝 好多人幫你慶祝 這很棒 那對於企業的發展來講 剛剛我已經講了那麼多 其實非常棒 所以賽斯之後很多東西 都可以運動到企業 那如果企業懂得賽斯之後 我相信所有企業 不管是老闆也好 主管也好 民工也好 都能夠真正過得快樂幸福 因為找到靈魂的本質 靈魂本身就是平安行業健康外面 那只要大家能夠找到靈魂的本質 那個創意就會出來 那創意出來 能夠有創造力 那就是一個男孩 就不會跟人家像紅海一樣 然後撒來撒去 競爭著頭頭血流 因此有過 因為 宇宙本身是不平的 所有的企業未來的發展 每一個人未來的發展 都是豐富的 有非常多 無限多的可能 為什麼老是在那邊看看家山 過得那麼苦 那麼厲害 我想這個就是說 我們一直希望說 善思思想的那種東西 如何推廣到企業 讓每個企業都能夠過得非常好 讓每個人都能過得非常好 讓每個人都能過得非常好 OK